黃毓民議員第四輪,一分鐘 主席,剛才我第三輪問施工期間的短期影響 我說了一堆東西,他都沒有回應我 那時候時間夠了 現在給你一分鐘時間回答 賴先生 多謝議員的提問 其實剛才我想說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鋪設的後館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新的道路,新的發展區 附近就不會有住宅 而這些道路,我們因應新道路的建設鋪設這個後館 我們鋪設後館的地盤當然是會根據建設的道路 地盤的一般處理環保那些所有的要求 是做到足晒的 所以應該不會對附近的居民有構成這個影響 亦都不會說影響了交通,因為那條道路可能沒有用 不會,因為新道路其實沒有交通 但是始終那個噪音啊,塵埃啊那些 你當你第五輪,你問了好嗎 就是,你們那個說法就是,你會循時工地 確保工地妥善遵從和實施這些建議的緩解措施 和良好的工地施工方法 這些過去在公務小組這些相關的文件 說起什麼工程,你們都是這樣說的,是不是 我們要知道的就是,你剛才說的那個短期 影響整個工程是兩年 然後真的會有噪音的問題 會有塵埃的問題,以及工地的淨流 所造成的滋擾等等的問題,是不是 那好啦,你定了些措施,就給那些判頭 或者承建商,希望他遵守 那你又要去巡視工地 那你有很多人手去巡視工地嗎 你巡視工地的計劃是什麼,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是,都是議員提問 我們其實有聘請了顧問,他們是有些長住地盤的督察 在那裡監察著地盤的運作 是 你繼續回答他一程有沒有 是,那他這些駐地盤的督察 就會確保,剛才我所說的那些設施 就是符合 你等等吧,黃毓民議員,你按鐘吧 我當你是第六盤的,好嗎 是,對不起,聽不到議員的問題 黃毓民議員 你剛才關了我的麥克風 我知道現在再開給你 是不是 即使不用如此,你不是明書 我接下來都是我可以問 你現在問好不好 那你為什麼要關我的麥克風 真奇怪 關我的麥克風 我問那些什麼顧問 那些是 你剛才提到的那些顧問 那些是巡視工地 那些什麼顧問呢 那些是 那些是 黎先生 多謝主席,多謝議員提問 我們現在在不同的階段 我們會聘請顧問為我們提供一些設計方面,設計時的服務,然後在地盤施工安裝的時候,他們都會聘請一些駐地盤的工作人員,為我們督察、監察施工符合 不是,那些顧問呢,又負責監察施工的,是不是?那你又有些督察,那又有顧問,你不要回答了,是吧? 什麼人去巡視工地、確保工地妥善、遵從和實施,你們建議的所謂緩解的措施,緩解的噪音、塵埃,那你現在提到顧問,那又有督察,那是什麼來的? 是,我們顧問會聘請一些駐地盤的督察,是長駐地盤,為我們提供這個服務 梁志偉議員,第三輪兩分鐘